亚太报道 网信办启动语音识别监控 约谈腾讯字节跳动等企业 中国推动全民学习党史为哪班 欧盟疫苗护照不认可中国疫苗 缅甸中资企业员工想回家谈何容易 中国护照不管用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拜登总统上任后 美国与中国高层官员的首场面对面会晤 3月18日在美国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市展开 参加会晤的都有谁 会谈内容会是什么 美东第一场交手之前的斗智斗勇 在会谈开始之前就已经展开 以下是记者唐佳杰的报道 在距离北京和华盛顿 各约3000多英里的安克雷奇市 3月18日至19日 将迎来拜登总统上台以后 美中高层的首次会晤 现在只有涉事零下10度的阿拉斯加州 美国官员强调 这是会谈要在美国本土举行的坚持 中国官方则宣传着中间点 代表着平等的会晤 中方代表团的专机 在当地时间18日凌晨抵达 即将参与会晤的中方代表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 以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这是两人罕见同时出访 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杨大利 告诉本台 这反映北京对此次会谈的重视 也在一定程度上 与美方代表达成对等性 至少三个不同的消息源 向本台证实 美方在此次会谈中 由白宫国安会及国务院 各派诸四位代表 除了国安顾问沙利文 国务卿布林肯 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 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 中国事务主任杜卢松 国务院代理亚太助卿金城 副助卿费德伟 以及中国和蒙古事务办公室主任 贝沙兰都在名单之列 白宫国安会和国务院 并未证实这份名单 据了解 此次会谈规划在两天内 举行三场会议 当地时间18日有两场 19日上午有一场 直到会谈开始的前一天 美中双方在对外讲话中 才似乎对此次会谈达成一致 也就是不要有过高的期待 美国官员在会谈前多次强调 这是一次性对话 要谈论严重分歧之处 美国将提出香港 新疆 西藏 中国施压台湾 澳大利亚 人权 南海等问题 也将就双方利益重叠之处 探索合作空间 比如气候变迁 中方则在一开始 先把会议描绘成积极的进展 甚至有官方学者 谈论着中方在解除关税上的具体期待 直到17日 先抵达安克雷奇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才在与中国官方媒体的吹风会上 降低外界期待 并呼应了美国的说法 这几天我们都做了很多准备 当然我们并不指望一次对话 就能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问题 所以我们对这次对话 也没有什么过高的期待 或者说幻想 崔天凯还强调 在涉江 涉港 以及台湾问题上 中国不会妥协 也不会让步 杨大利认为 这场为期两天的长时间会谈 可能与去年在夏威夷进行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及杨洁篪七小时的会谈 有些类似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说法 出于防疫考量 中美官员不会在第一天会晤后 一起用餐 而中方官员对于会晤前 可能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感到不满 华尔街日报17日 引述知情人士称 杨洁篪、王毅计划 敦促布林肯及沙利文 取消特朗普任内 对中国企业及个人的制裁措施 报答还说 中国官方计划促成美中元首 在4月22日的 全球领袖气候峰会上 以视频会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一坚 否认这个传言 上周 拜登总统刚主持了首场四方会谈 领导人峰会 在赴安克雷奇之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则刚结束日本及韩国的访问 以及2加2会谈 布林肯在首尾的记者会上 向中国喊话 呼吁中国 用其对朝鲜的强大影响力施压 让朝鲜放弃核武 值得注意的是 与美日2加2声明大篇幅谴责中国不同 美韩2加2声明没有提到中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美中高层会晤前 美国频频出手 对中国企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最近 中国联通等三家中国电信公司 被禁止在美国境内 提供国内洲际和国际电信服务 另外 美国商务部已经传唤了多家 在美国提供服务的中国通信运营商 以期审查这些公司 是否对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 详情请听记者一斌的综合报道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3月17日启动一项程序 着手撤销中国联通美洲公司 太平洋网络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司 在美提供服务的授权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 这些电信公司 受到中国政府控制 存在安全风险 联邦通信委员会专员卡尔 在声明中说 与共产主义中国结盟的实体 对我们网络的威胁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威胁 我们在过去几年 设定了很高的行动标准 截至今日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三家国有电信公司 均面临美国制裁 上周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将华为中兴等 五家中国科技公司的 电信设备和服务 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 通信设备和服务清单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周三的行动 被认为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 制裁中国企业的 又一举措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商务部同日表示 出于同样的担忧 他们已经传唤多家 在美国提供信息和通信 技术服务的中国企业 但未具体指明是哪些企业 美国此举引来中方坚决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同时赵立坚敦促美国停止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不要错误地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美国商务部在特朗普任期的 最后几天发布了临时最终规则 旨在解决信息和通信技术 供应链方面的问题 并表示将在60天公众意见 征询期后生效 拜登政府上月也表示将延续 上一届特朗普政府 针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法规 但引来多家美国企业反对 据美国媒体彭博社报道 中国联通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采取行动后发布声明 否认他们非法运营 并期望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对其行为进行彻底 公正和基于事实的审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一斌综合报道 两名被羁押超过两年的 加拿大公民斯帕弗和康明凯 本周将开始在中国出庭受审 加拿大政府就此发表声明 谴责中国政府任意拘留加拿大公民 有专家分析认为 鉴于中美高层本周四举行会谈 中方此举是企图对美施压 寻求华为财务官孟晚舟获释 以下是记者柳飞 发自温哥华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官员 这两天举行阿拉斯加会谈 会议召开前夕 中国先出手宣布 两名加拿大人的审讯日已定 加拿大外交部长加诺 发声明证实 已经收到中方的通知 斯帕弗的法庭聆讯将在19号举行 康明凯的聆讯是22号 加拿大持续谴责中国的不当羁押 称无法接受 声明说 我们认为他们是被任意拘留 对相关程序缺乏透明度深感不安 我们持续努力不懈 确保他们立即获释 曾在中国担任法官 却因为对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和伸张正义公理等行为 反遭牢狱之灾的李建峰 听到康明凯和斯帕弗即将被审讯的消息 感到焦虑又无奈 他说 中国刑法定罪率超过99% 尤其是这种所谓的政治犯 基本上都是先判后审的 这两人摆明了就是作为 要挟美国和加拿大的棋子 其处境非常险峻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人权捍卫者 日前发表研究报告提到 中国司法定罪率一向很高 江泽民时代一度降至98.97% 但习近平上台后 定罪率飙升到99.96% 事实上习近平执政期间 中国在逮捕量 起诉量和定罪率的比例都大幅提高 如果被捕 面临审判的机会超过92% 被定罪的可能性99.96% 康明凯和斯帕弗两人 从2018年12月被捕至今 从未见过律师 每个月最多只有一次 加拿大领事探访机会 目前加拿大外交部正要求中方 能让领事人员出席法庭聆讯 前加拿大驻华大使赵璞说 最好的情况也就是让两个人在庭审前 与律师说上10到20分钟的话 赵璞表示美中正在举行阿拉斯加会谈 而中国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案 从3月起在加拿大进行最后一轮 且是最关键的法庭聆讯 中国的用意很清楚 就是要美国放了孟晚舟 中国采取强硬手段 企图告诉美国 如果你想帮助加拿大 让两个人获释 那你就要妥协让步 让孟晚舟能尽快回到中国 加拿大必须联合其他国家 一起对中国施压 而美国的决策方向绝对是重中之重 对于外媒记者关注两名加拿大人审讯一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18号例行记者会上称 中方已多次就有关加拿大公民个案阐明立场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 并充分保障有关人员各项合法权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欧洲联盟日前公布数码绿色证书计划 让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康复者 以及对病毒呈阴性反应的人士 可以使用这一全欧盟通行认证的机制 但该机制只认可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疫苗 中国疫苗没有在认证之列 详情请听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欧洲联盟为刺激成员国的旅游业 17号推出数位绿色证书计划 但只认可获得欧盟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疫苗 中国疫苗没有在认可之列 俗称疫苗护照的数位绿色证书 是一套全欧盟通行的认证机制 便是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士 针对性地放宽出入境措施 以协助恢复欧盟成员国间的人员流动 为避免出现疫苗歧视的问题 疫苗护照最终变成数位绿色证书 淡化对接种疫苗后才可在欧盟各国间自由流动的限制问题 而在疫苗认证方面 证书只承认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疫苗 意味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占不被接纳 欧盟指出这是全部成员国必须承认的基本标准 数位绿色证书建议 欧盟各成员国可以让公民接种 获得欧盟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疫苗 作为互相通关的条件 但是如果接种不获欧盟批准的四款疫苗 将无法获得欧盟分发的疫苗证书 不过欧盟也特别指出 成员国有权自行决定 是否接纳其他没有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疫苗 因为在欧盟成员国中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都使用了 没有经过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疫苗 两国都用了俄罗斯卫星5号疫苗 匈牙利则连中国国药疫苗也都在使用 针对授予个别国家自行决定 是否允许施打非欧盟批准疫苗的人入尽全力 欧盟执委会副主席辛纳斯解释说 那些已经引入欧盟药品管理局没有批准的疫苗的成员国 希望他们的通行证能够证明 而这显然是取决于目的地成员国的接受程度 尽管疫苗接种工作进展不顺利 医药公司交付延迟 接种率低 疫苗怀疑论审浪见高 各成员国分配不均等问题 但是欧盟希望到夏天结束时 能够给70%的成年居民注射疫苗 鉴于疫苗接种计划进度较差 原因之一是药厂疫苗供应不稳定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特别指出 欧盟药厂向英国供应了1000万剂疫苗 英国药厂阿里斯康却没有向欧盟提供稳定的疫苗供应 如果情况持续不变 欧盟威胁可能禁止出口疫苗到英国 以及其他接种率明显更高的地方 冯德莱恩说 很遗憾的阿里斯康生产不足 供应不足 这当然也减缓了疫苗施打的速度 很难向我们的民众解释说 为什么在欧盟生产的疫苗出口到国外去 但在国外生产的疫苗 却没有同样回到欧盟 英国外长拉布则回应 所有人包括欧盟盟友 之前都已经说过 阻止或干预疫苗合约供应是不对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中国网监部门早已经全面审查网上言论 但相关监控系统对于网民变声传递信息 似乎仍是个盲点 中国国家网信办公室和公安部 近日先后约谈阿里巴巴 网易云音乐 腾讯等十家企业 以此强化语音监管的力度 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 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近日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指导各地网信部门公安机关 加强对语音社交软件和设深度伪造技术的互联网新技术 新应用安全评估工作 中国网络活跃人士丁女士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当局此举意在继续收紧对互联网应用的管控 为下一步这些企业实行国有化做准备 网信办称 针对近期未旅行安全评估程序的语音社交软件 和设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 指导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网信部门 公安机关约谈小米、快手、 字节跳动、喜马拉雅、阿里巴巴、腾讯等11家企业 督促及认真开展安全评估、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和措施 并对安全评估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有效整改措施 对此网络技术人员詹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官方对互联网内容早有严格要求 此次针对语音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监控 无非是为了在网络端口加入监控系统 他说 占先生说 由此可见未来中国国产手机软件或网络平台 在收集个人数据的同时 还会收集个人生物信息 包括你的声音 相当于公安机房 它有一个追溯的这样一个机制 没想到在这个行业也在开始推行 我所知道公共的上网的地方 像那个网吧里边 五星级酒店里边上网的那个计算机 网线部门它会在你那个 就是数据的入口那个地方 有一个进向端口 也就是说你进出的那个数据 必须要经过那个数据端口去 那个数据端口就是公安局的那个数据端口 网信办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自行开展安全评估 对评估结果负责 并向网信部门和公安机关提交报告 中国网络活跃人士省智对本台说 当局要求互联网企业 主动向当局提交监测数据 表明这些民企 正在加入中国政府的监控系统 成为政府的一部分 网信办还表示 下一步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安部将继续指导 各地网信部门和公安机关 加大巡查检查力度 督促属地互联网企业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积极主动履行安全管理义务 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共同维护网络传播秩序 营造良好网络生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早当局积压超过一年的 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师陈兆志 被控寻衅滋事一案 日前仍在当地的海淀区法院审理 据悉年近70的陈兆志 患有脑退化症 但检方仍然建议量刑 两年零六个月 详情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师陈兆志 涉嫌寻衅滋事案 星期四在北京海淀法院山 后法庭开庭审理 庭审到中午结束 辩护律师马刚全向本台表示 控方在庭上提出 让陈兆志服刑 马刚全没有透露当事人的具体罪证 但外界相信 陈兆志卷入漩涡 与他去年年初转发武汉肺炎的讯息和视频有关 据维权网报道 他涉案的言论包括 武汉病毒不是中国病毒 是中共病毒 由于他认为当局对他政治迫害 并侵害言论自由 因此拒绝在审讯笔录上签字 北京公民马欣立在陈兆志出事后 曾为他奔奏 他认为当局的量刑 是基于政治考量 完全漠视陈兆志的病情 两年半当然是量刑过重 一天都不该关他 本来就是宪法规定 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他不过是发表了个人的言论而已 就践行了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权利 公安军官没有权利抓他 一天都不该关 陈老师有两年痴呆症 这个当地派出所也知道这件事 别说陈老师无罪了 他就真是有了犯罪行为 都不应该接受处罚 因为他已经没有自我支配的能力了 69岁的陈兆志 曾连同一百多名中国发明人 和科技界人士连署全国人大 敦促当局保护技术发明和知识产权 两年前他在北京八宝山公务门前 向官员的车队搞呼打倒李鹏等口号 本身也是发明人的马新立表示 陈兆志为了争取权益 做出了牺牲 陈老师就是因为这个维权 家庭关系闹得也不合 跟爱人还离婚了 就因为不断的维权 开始是替我们发明人说话 替我们发明人去维权 又关注社会上的一些热点事件 总是不断的被抓 所以家里也很烦 后来就关系一边都会也将就离婚了 虽然离婚了 但是陈老师爱人的 对陈老师特别好 马新立和另一北京公民陈洪旺 能想到法院声援陈兆志 可是两人不约而同被公安上岗 陈洪旺家门外有多人助寿 我说咱们看不到人 可能法庭不严禁 但是反正一种念想 就是看看他的囚车 从他路过也好 我们楼底下有四个人 一个扶警三个民警 然后我反复地跟他们讲 但是他们就是不允许出去 据他们自己的介绍 他昨天夜里边 在我们楼堵门口跟守 所以说五点多我就想走 五点多就被拦截住了 除了脑退化症 陈兆志还患有高血压 和脑梗等多种疾病 据了解 他在积压期间 曾被其他在压人员殴打 当时头部受伤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高分香港报道 中共中央宣传部 近日印发了今年全民阅读工作的总体要求 提出要在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中进行党史学习工作 一时间 全国各地机关和事业单位 纷纷召开动员大会 响应当局的指示 为什么中共在此时大力推广党史学习呢 以下是记者驾驾的分析报道 中宣部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2021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 指出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 当局要组织党员干部阅读重点权威党史出版物 要在广大群众中推广党史 新中国史等出版物阅读 这份通知表明 当局今年不但要在党内狠抓党史学习 还要进行全民推广 记者注意到 过去几天 全国各地的不少机关和事业单位 纷纷召开了各自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包括黑龙江省双崖山市公安机关 西安市政协 北京交通大学等等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认为 中共近期动员全民学党史 不只是为了契合建党100年的时机 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习近平一上台就提出了两个100年 今年一个是二十大的前一年 那当然了重大的人事安排已经敲定了 那当然就是没有接班人 而且第一个100年已经到了 所以这个他一定要做的 一个月前 中共当局还专门召开了面向全党的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说 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各种可遇见 和难以遇见的风险挑战 全党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 几乎在同一时间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出版 该书收录了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 发表了关于中共党史的40篇文稿 包括对五四运动 延安精神 景康山精神 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 抗美援朝 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的阐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李安有周四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 传统基金会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说 中共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其领导人的决策 注定会酿成一系列人道灾难 相对于伯克提倡的一小步 一小步地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 中共对于社会发展规划的坚持 过去常常 将来可能还会令当局犯下 需要付出极为昂贵代价的错误 建国七十多年来 中共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 却对群众自发组织的社会运动 进行了严酷打压 土地改革 大跃进 反右运动 文化大革命导致亿万中国人丧生 而六四事件更是让国际社会 见识到了中共的残暴面目 但直到今天 北京当局对于这些历史事件的叙述 仍然严加控制 而六四事件依旧是个禁区 外界普遍认为 中国2018年实行的英烈保护法 就是当局试图打压 偏离官方叙事说法的又一大动作 该法禁止歪曲 丑化 亵渎 否认英烈的事迹和精神 并允许追究伪者的刑事责任 云美宪政学者王天成认为 英烈保护法的实施 表明中共就是想搞一言堂 说到全民学党史 相信不少人都还记得两年前 宏极一时的学习强谷软件 这款由中宣部推出的学习平台 整合了习近平的讲话 和习近平思想等内容 由于各地公务员和党员 都被要求下载使用这款软件 很快就传出了有事业单位 要求员工 积载一定数量的学习积分 否则就会被通报批评的消息 这样的强制措施 引发民众情绪反弹 大批网友给这款软件 留下了差评 不到三个月 学习强国的七分排名功能就被下线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 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范亚伦 周四在同一场研讨会上说 党史就是中共的一个统治工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 只有中共领导人说了算 在我看来 当局对政治理论 无休止的修订和重复 主要是为了维护 9000万中共党员的凝聚力 考虑到中国民众 对学习强国软件的 普遍消极态度 中共号召全民学党史 究竟能取得多大实质影响力 显然是个未知数 自由爱之电台记者 佳奥华盛顿报道 在当地民间人权团体 长期抗议之后 美国麻省塔夫斯大学 17号宣布 该校的孔子学院 将于今年秋季关闭 不过分析人士表示 部分大学仍继续 与中国高校交流 必须保持警惕 以下是本台记者 陈品杰的报道 塔夫斯大学在3月17日 发表声明表示 与该校孔子学院的协议 在今年9月到期之后 将不再续约 这也代表了麻州最后一间 孔子学院即将关闭 声明写到 自2015年起 该校的孔子学院 提供补充性的 补济学分的中国语言 和文化指导 声明并表示 会持续深化 与北京师范大学的交流计划 并没有提到关闭的真正原因 以及近期当地社区的抗议 长期在麻州支持人权活动的 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 麻州分部会长费斯 就告诉记者 他与反对孔子学院的西藏团体 和人权支持者 以及当地台湾 威吾尔香港及华人社区 已经连续14周 在该校孔子学院门口 举行抗议活动 我们不必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中文 中文不属于北京的共产党 而是属于中国人 我们没有义无认为 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文化和人民的守门人 费斯告诉记者 塔夫资大学决定关闭 孔子学院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抗议者 会无止境地坚持下去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导 抗议团体在过去两周 向校方、麻州州议员 联邦议员以及各级政府官员 送出近700封信 呼吁他们正视 孔子学院的中共背景 塔夫资大学的生命中写道 会继续与该校孔院的 中国合作方北京师范大学合作 除了在美国校内 继续提供中文项目 也会持续进行 塔夫资在北京的 交换学生计划 曾经拍摄纪录片 假孔子之名 揭露孔子学院真面目的 导演邱明 就向记者表明他的担忧 他说 若美国学校持续与 被中共控制的 高等教育机构往来 中共对外国教育机构的影响 仍会借由学术合作实际进行 在这些中国大学跟外国大学的合作当中 中共要中国大学传达的意志 并且实现的功能 就是要试图去影响这些西方的大学 聪明拍摄的纪录片 揭露了孔子学院是如何透过传播文化的方式 进行全球性的渗透与统战 在海外得到广泛的回向 而孔子学院背后的中国官方色彩 已经在美国引起担忧 根据美国非营利全国学者联合会的统计 截至今年3月17日 全美共有51间孔子学院 其中包含7间预定完毕 而在2017年的时候 全美共有103间的孔子学院 邱明指出 美国政府于2018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 禁止国防部向有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 提供中文教育经费 迫使许多美国大学关闭孔子学院 他透露 就有一所大学的人员曾经向他转述 该校关闭孔子学院的主要考量 是联邦经费 而非学术自由 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 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就认为 美国校园内孔子学院的存在 对学术自由构成了威胁 但是大学不应止步于此 更应该自掏腰包为中国研究计划提供资金 他告诉本台 美国大学欢迎孔子学院进入其校园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是免费的 并且满足了学习汉语和文化的真正需求 本月初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个加强对孔子学院监督的法案 该法案规定 除非设置孔子学院的大学 能确保完全控制孔院的运作 包含人士安排 否则这些大学的联邦拨款将会被削减 该法案目前将送交众议院审议 提案人参议员肯尼迪就表示 孔子学院除了名字之外 一切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 华盛顿报道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人脸识别 隐私权等 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热门的讨论话题之一 中国官媒央视 曝光了多个商家 在为征得顾客同意下 海量搜集人脸信息 然而近年来 致力于发展高科技的中国政府 也在通过各种监控系统 及大数据 获取民众个人资料 被评论人士形容为 贼喊捉贼 请听记者韩杰的报道 监管法律明确规定 未经允许 不得随意获取人脸识别信息 然而在我们周围 偷偷获取涉及我们隐私 财产安全的人脸识别摄像头 数量惊人 中国官媒央视的 消费者维权节目315晚会 日前点名炮轰 美国卫浴品牌科乐 德国宝马汽车 与意大利服装品牌 麦斯玛等商店 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 在为真的顾客的同意下 海量搜集人脸信息 同时也曝光了相关的监视器制造商 如苏州万店长 优洛克 广州雅亮 深圳瑞维 这些最核心的生物识别信息 已经被和我们毫无关系的 第三方公司所掌握 报道说 梁氏记者走访全国多地 调查了20多家 装有人脸识别系统的商户 发现这些系统 不仅捕捉了客户的人脸信息 还能分析出客户的性别 年龄 当下心情 而监视器的数量 也已经有几十万上百万个 相信人脸数据量 肯定已经上亿了 应安全考虑 不愿透露姓名的 中国媒体人刘先生形容 近几年 中国扫脸技术被滥用 公众对信息泄露一事 见怪不怪 比如上场的卫生间 你拿个免费手指 都要去扫脸 而且很多人他不理解 这人脸信息泄露能怎么样 不像这个手机 或者身份证这样容易 就是 要理解 他们觉得嘛 这个脸长在我头上 也偷不走 所以他就没有 对身份证 我手机号那么在乎 美国退役陆军军官肖恩 则强调 正是中国政府 作为始作俑者 大力推广互联网 及人工智能技术 才会让个人信息收集 越发普及 甚至失控 这个人脸识别 这个设备和技术 从维稳的角度来说 这个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政府本身是大规模的收集 以后呢 人们对人脸识别 这个事情就变得麻木了 信息就是巨大的一个资源 所以很多人可以买这些信息 就等于支撑出 这样一个黑色的产业链 自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 中国天网启用以来 中国似乎在研发 维稳监控技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具备面部识别技术的 智能眼睛 社会信用系统 大数据平台 可以入侵智能手机的 手持扫描仪等 中国官方正利用高科技 建立警察社会 其中新疆正式成为 当局实行数字极权主义的 实验田 当地所实行的大规模监控 和采集平民生物信息系统 使外界感到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企业新疑科技和清华大学 在315晚会节目播出后第二天 宣布已建立全球最大规模 人脸数据集 包含400万人脸ID 和2.6亿张图片 新疑科技也在不久前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举办的戴口罩人脸识别评测中 多下第一 该评测被公认为 全球规模最大 标准最严 竞争最激烈 最权威的人脸识别算法评测 消息传输后 中国各媒体 以中国队在人脸识别领域的捷报 真相报道 小恩告诉记者 中国政府为了维护政权稳定 无所不用其极 在公权力任意扩张 商业方面缺乏监管 相应法规又迟迟无法推出的情况下 官方打击偷脸商户 颇有贼喊捉贼的感觉 在中央级的媒体上去曝光 但是实际上的这个打击率率 还是很有限的 只是这造成社会效应了 就是让人觉得 这种事情的这个侵犯 往往是这些三家不法行为 人们忽略了对政府的这个侵权的行为 最为阿旧电台记者韩洁 华盛顿采访报道 中国有关部门 近期为了防止新增货币 再次流入房地产市场 三令五申贷款不能够用来炒房 但部分地区的房价仍在上涨 截至目前 北京 上海 广东等地 已经要求收紧房贷 防止房地产泡沫化失控 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 本周一发布的统计显示 2月份四个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5% 涨幅比上月回落0.1% 其中北京 上海 广州和深圳 分别上涨0.7% 0.5% 0.9%和0.1% 当局近期频繁推出 限制楼价上涨的措施 包括限制土地供应量 严查美规房贷 经营房地产的商女士 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在土地供应方面 全国二十多个城市推出 双集中工地细则 上个月 深圳住建局发布通知 曾将建立深圳二手住房 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 引发了市场热议 出现了单价19万的住房 降到13万的状况 本周上海二手房地产价格 下降约两成 商女士说 上海这边 现在是学区房的话 昨天的一下跌了20% 因为昨天上海出了一个新政策 就是学区房就不像以前那么好用 最好的学校的话 以后只有50%是比较相应的地段 然后还有50%是开放给别的 类似于说区域的公立学校的尖子生 目前广东营建会正在严查 违法房贷 央视新闻客户端本周三报道 截至3月16日 发现涉嫌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贷款金额 达2.77亿元 920户 其中广州地区银行机构自查发现 涉嫌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贷款金额 1.47亿元 305户 对此 广东银保监局 已要求相关银行 限期整改问责 上女士说 当局另一个打击楼市价格上涨的措施是收紧房贷 还有这个就是银行贷款收紧嘛 其实从去年就开始收紧 就是说每个银行的房贷比例是有一定的比例的 不同的银行 然后他们所有贷出去的钱里面 总的来说都是降低的 现在就是要重新制定一个游戏规则 金融学者司令认为中国楼市价格上涨 表明当局前一阶段的调控措施明显不足 据报道 目前中国银行机构采取了中止额度一次性全额结清分期提前还款等 整改措施并对存在违规问题的内部员工开展了警示告诫 通报批评 积分扣减 经济处罚等问责 司令说 之前的时候这些银行在审批个人贷款流向确定他们资金用途的时候 银行对这些东西不可能是不知道的 这些问题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没有得到解决呢 还是经济下行压力大 为了保增长 保物价 或者保就业 等到你发现痛苦严重 房价需高 这样就再去遏制 这个时候已经完了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的病毒溯源报告将于下周发布 其内容与专家组在武汉调查结束时 在记者会上的表述大致相同 但是专家组的这次调查 持续受到媒体的刨根问底 华尔街日报披露了专家组在中国考察的细节 引来国际社会对调查的透明度 以及该报告的独立性的广泛质疑 以下是记者一斌的综合报道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专家组负责人安巴雷克 在本月17日及19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 即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该团队已完成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完整报告 预计于下周发布 上约外国专家与中国专家一起 对新冠疫情起源的可能性进行投票表决 投票结果显示 新冠病毒可能经由动物传播给人类 冷冻食品是否传播病毒仍需进一步研究 实验室泄露病毒的可能性极低 这个结果和专家组在武汉的记者会上公布的结论 几乎一致引来国际多方质疑 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两万年17日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说 实验室泄露假说极不可能是中国世卫联合专家组的共识 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3月18日发布的调查报道 披露了专家组调查受到政治压力的更多细节 报道称 世卫组织在招募专家方面不够透明 在最初组建专家组时 世卫组织并未联系美国政府推荐的三位专家 而中国也没有公开多数中方参与者的身份 世卫组织和中国外交部对此予以否认 但有专家组成员表示 团队中除科学家之外还有中国外交部人员 该报道还提到 中国以隔离简易为由 限制专家组成员与中国同行的非正式会谈 专家组成员表示 中共当局并未提供完整的原始数据 而是仅提供数据分析 同时中方从7.6万份病例中选取92例病例进行展示 其样本容量之小遭到专家组质疑 中方拒绝了专家组要求获取完整原始数据的要求 专家组2月3日走访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对该研究所的一个公开发布的病毒数据库被撤 表示疑问 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家石正丽回复说 撤下病毒数据库是由于受到大量黑客攻击 表决后 几名专家组成员告诉华尔街日报 他们没有权限或渠道 也不具备专业知识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或其他研究设施进行全面检查 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 新冠病毒确实是来自研究所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伊宾综合报道 缅甸的局势持续恶化 军政府在第一大城市仰光扩大戒严范围 持续逮捕和镇压示威者 一些中资企业在经历了上个周末工厂被破坏后 有些人选择暂时到郊外避难 在这种紧急时刻 中国官方不但没有松口要启动撤侨计划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2月底还新增了远端防疫检测的要求 有当地中国商人感慨 感受不到祖国想接他们回家 详细请听记者郑重生的报道 现在的仰光不只是在莱达亚区 别的地方大白天也不使能听到像这样的枪声大响 14号晚间莱达亚工业区多家中资和台资企业遭打砸抢烧 缅甸军政府随即宣布仰光6个地区戒严 在仰光经营寄出口贸易十多年的中国商人陈先生就告诉本台 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不对劲 陈先生目前已经撤制缅甸的密芝纳郊区有人家中避难 他形容仰光阵上演撤退朝 他担忧军方还会有进一步的大清洗行动 而像他这样扎根已久的商人 没办法说走就走 很多事情还得处理完 更重要的是 就算现在抢到机票也不一定走得了 因为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在枪声战火下对疫情的管控也没有放松 甚至更严格 根据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官网 2月24号开始实施的新规定 除了要有核酸及抗体双阴证明 中资企业及项目人员需在所在企业出具已经在当地完成14天隔离闭环管理的相关证明 而我们拨打缅甸中国企业商会的值班电话询问相关撤离的可能协助事宜时 得到的答案是 台湾则是已在2月21号由中华航空首飞救援班机 当天从仰光接回了82名旅客 其中还有一名是中国籍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 由于缅甸当地部分医院已经停摆 当时有28名的旅客无法在登机前取得核酸检测证明 台湾的疾管署是采取弹性做法 让28个人先入境后再自费检测 南华早报16号则引述未居民的企业内部消息人士报道 中国已经要求在缅甸的国企撤回非必要的员工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为正面回应撤侨询问 仅强调呼吁缅甸当局要采取有力措施 保障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 在中国爱国电影《战狼2》的结尾中曾强调 中国的红色护照能把中国人从任何地方接回家 陈先生就无奈地笑说 电影当然只是电影 哪能当真 疫情以来 海外的中国人就面临回家难如登天的无奈 赵立坚的说法对缅甸人来说则是听了刺耳 总部位于伦敦的缅甸人权网络创办人绝温就告诉本台 中国政府只顾保护自身企业利益的说法 不愿倾听缅甸人民示威要民主自由的心声 中国官方媒体还散播不实信息 他澄清诉求民主的示威者没有排华 缅甸人渴望民主好久了 但中国政府从过去就跟军政府关系很好 这一次还在联合国安理会帮缅甸军政府缓霞 中国政府应该要想清楚 缅甸人民不是你的敌人 是军政府设计陷阱 想利用中国 把中国卷入 是为他们自己找靠山 17岁的华裔医学院学生林耀宗 14号就在仰光的示威中遭警方抢杀身亡 我是现在你的中文人 我是中文 但是我恨中文 的妈妈这段哭喊着要民主要自由的视频 在网上引发讨论 决问还指控 这一次放火烧中资工厂的 根本是军政府自导自演 本台无法独立证实决问的说法 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月曾报道 军政府在政变后释放了2万多名的 在押刑事犯 华盛顿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 东南亚项目资深研究员 波林就告诉本台 缅甸这一次的动荡 非常可能演变成长达一年的危机 这和缅甸1988年时的 8888民主运动不太一样 现在走上街头的缅甸年轻人 甚至不太记得2007年的翻红花运动 他们是成长于可以自由使用网络 点书的一代 很像香港的民主运动一样 以雄无大台去中心化了 中国从中缅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到中缅油气管道 甚至是中国在脚漂港的建设 与曼德勒脚漂铁路项目 中国的许多投资 都是关乎自身的地缘战略和安全的 缅甸没有安定的局势 不会是中国的利益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18号 在回答中国官媒记者提问时 重申 1992年 两岸两会达成共同认知 与谅解的历史事实 强调两岸应该思考建设性模糊 寻找最大的公约数 这是蔡政府上台后 首次使用建设性模糊 来描述与九二共识相关的议题 以下是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 在上任时主动抛出 在议后将恢复两岸健康交流 邱泰三18日在记者会中进一步提出 将恢复陆方商务旅约 或跨国企业内部调动来台 邱泰三强调 现阶段维持和平稳定发展 可以说是两岸最大公约数 他也向对岸提出三个呼吁 其一是充分理解两岸制度 价值的差异 避免负面解读以及误判 邱泰三再度提及 2016年蔡英文总统就职时曾表示 两岸的对话沟通将维持现有的机制 也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 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 进行沟通协商 达成若干共同认知与谅解的历史事实 台湾两岸政策立场一贯 没有改变 双方应在此既有事实与政治基础上 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 邱泰三也相信 透过双方的努力 疫情过后 解封必定能让两岸迎来春暖花开 不过央视记者提问指出 既然台北对九二共识的看法 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 又期待春暖花开 他请教台北方面 有没有试图尝试再拟定新的论述 突破两岸的僵局 邱泰三首先表明 九二共识一词的含义 纵使在共产党与国民党 双方的解读也不一样 连国民党最近也重新 对于九二共识内涵认为该有所调整 邱泰三认为 大陆方面如果还要坚持这样的政治前提 两岸的交流 一定要求对方进入自己的框架 这是不公平 不公道 也不切实际的要求 双方能不能有一个所谓建设性的模糊 这个就要靠彼此的智慧 也坦白讲 要靠彼此的态度 对于前一天 中国大陆片面提出农龄22条措施 试图吸引台湾民众与台资企业赴中国发展 邱泰三首先表明他没有从恶意批评角度来看 但是从现实角度 中国相继推出会台36条26条以及农龄22条措施 从一开始设计跟思维不够全面 效果不大才要不断加码 邱泰三再次提及 希望两岸和平稳定发展 是双方互惠互利最大公约数 也应该共同努力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中高层会面即将登场 双方关系仍然紧张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中国打算在会面中要求美方撤销前任总统特朗普的对华限制措施 包括对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的限制和制裁措施等 路透社报道指 拜登政府官员已经明确表示 美方届时将采取不妥协的立场 并会深切关注香港新疆的问题 以及中国向美国盟友进行经济胁迫等行为 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已经抵达即将举行会面的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 他在当地接受中国传媒访问时 同样表示 涉及到中国主权 领土完整 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上 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他又表示 并不指望一次对话就能够解决美中之间所有问题 所以对这次对话没有过高的期待和幻想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 即将参加会谈的美方代表布林肯国务卿 星期四在韩国首都首尔呼吁北京对朝鲜半岛无核化 发挥重要角色 包括履行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决议 据台湾的中央社18号报道 台湾海基会秘书长詹志宏星期四表示 期待中国大陆当局 在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过后 能够将近几年来设置的政治障碍尽快移除 让两岸正常有序的交流可以逐步恢复 据海下交流基金会发布的新闻稿 海基会当天举行主题为 探讨对中共2021年对台工作会议的观察与分析的顾问会议 詹志宏在会议中总结是表示 多年来两岸民间正常交流活动 已经成为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 期待疫情过后 中国大陆当局能够将近几年来设置的政治障碍尽快移除 让两岸正常有序的交流可以逐步恢复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